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娜 微博 出席河南广播电视台2016年度至2017年度总结表彰届工作会 荣获河南广播电视台2016年度十佳员工称号 谢娜成为了河南台本年度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主持人 此外 谢娜参与主持的快乐大本营 也获得了年度最佳节目和最佳集体 在表彰大会上 谢娜兴奋地走到舞台中央 不忘感人自己的家 感谢台里对我的信任 我会好好的加油 谈及此次荣誉 谢娜动情地说道 没有湖南卫视这个平台 我不可能这么光芒四十地站在舞台上制造快乐 2016年拿了很多奖 这个奖是我最激动的一个 因为它代表着家里人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上台领取十佳员工荣誉的大都是湖南台在幕后 默默付出的员工 唯独谢娜是台前的主持人 可见芒果台对她主持功力 影响力全方 为了认可 2016年 谢娜作为当之无愧的综艺女王 不仅主持了湖南卫视王牌 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参与了众头真人秀我们来了 在节目中也活泼 快乐 能新的风格化身 收拾担当和搞笑担当 并主持了2016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 2017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等湖南卫视一系列重要晚会 现那独立主持的大型周末当节目《神奇的孩子》 也即将上当 新节目《神奇的孩子》 是我在台里第一次独自主持节目 这是一档对小朋友的脱口秀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节目录制中就有小朋友上来后一句话不跟我说 就跟姚碧玩 以为那个是机器人 要跟他交朋友 留电话 你们懂我崩溃的心情吗 但是我心里又觉得他们很可爱很纯真 我真的很感谢领导和节目组 对我的信任 敢于让我去尝试 去挑战和锻炼 谈及自己的主持经历 谢娜 不忘感恩 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每一个机会 谢谢每一个合作的团队对我的信任 每一位同事给我的温暖 在快乐大本营15年 谢娜从一个之前从未做过综艺节目的小白 站上最火的综艺直播舞台 15年的历练 她和快乐大本营大家庭一起成长 谢娜树立了自己的快乐风格 树立了观众心目中的模仿女王 也完成了从当初的小白到如今 综艺女王的成功蜕变 与此同时 谢 那还是水格的网络平台的热门网综 先后主持了欧迪哥神阿 暴走法条军 以及拜托了衣橱 在脱口秀节目 和独立主持的节目中都完美控场 被业内称为行走的收视率和流量担当 随着实力与名气的积累 谢娜的主持平台越来越广 成绩也日益斐然 当嘉宾在节目中心里地问谢娜 是否会离开湖南卫视时 她却坚定又深情地回答 谁会离开自己的家呢 湖南卫视之余谢 娜 有之与之恩 是她有机会从一个主持小白成长为今天的综艺女王 而谢娜之余湖南卫视 则像一个努力 坚定的孩子 谢娜非常感谢领导 和节目组敢于让她去尝试 去挑战和锻炼 谢娜十分珍惜每一个合作的团队的信任和温暖 正如谢娜所言 你信任了我 我便付汤导火 谢娜给自己的家 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用一个更好的自己回报了这份信任 则编 Banana像爸爸 有人称小海绵翘下巴复制黄小明 新浪娱乐训 据台湾媒体报道 Angela baby 17日凌晨在香港生下儿子小海棉 夫妻俩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证实此消息 AH夫妇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 从此一加一等于三 黄小明 微博 随后也在微博上贴出父子俩碰圈照 互动相当可爱 18日有一探望过 那有人透露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鼻 翘下巴更 是神父志黄小明 Angela baby 17日在香港自然产 迎来儿子小海棉诞生 宝宝约重达5.9斤 黄小明除了全程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她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她 虽然没有多透露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的吻后大家 据报道 黄小明有人透露 小海棉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频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小明和Angela baby 被粉丝称为海棉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棉蛋糕 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格空传情 小雅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棉夫妇 儿子取名小海棉 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晶 EP的J 文 则边 大发六眼素颜 双眼皮超厚 感冒依旧纯红肤 白六眼素颜双眼皮超厚 新浪娱乐训 1月18日中午 六眼 微博 微博散出一张素颜自拍照 照片中的她睁着大眼睛 抿着嘴露出略带委屈的表情 女神怎么无精打采的 六眼发文解释道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粉丝们更是一阵心疼 照顾好自己 快点好起来 1月17日 六眼微博散出和复原会 在2016微博之夜活动上的合影 变身迷茧 整个人神采奕奕 状态不错 结果谁知感冒来得太快 今天柳妍微博发文称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并配发一张素颜四拍照 虽然女神依旧美丽 但却略显疲倦和无力 最近天气寒冷 加上可能年底工作忙碌 女神次翻患上感冒 引得粉丝振振心疼 天气冷多穿点 照顾好自己 记得给自己多天件衣服 记得少拼点命 要赶紧好起来啊 实习生 白沐文 则编 静电于像爸爸 有人称小海绵俏下巴 复制黄小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Angela Bibi 17日凌晨在香港 生下儿子小海绵 夫妻俩的工作时 发表声明证实此消息 AH夫妇 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 从此一家一等于三 黄小明 黄小明 微博 随后也在微博上贴出父子俩碰圈照 互动相当可爱 18日游戏 探望过 Baby 那有人透露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鼻 翘下巴更 是神复制黄小明 Angela Bibi 17日在香港自然产 迎来儿子小海绵诞生 宝宝约重达5.9斤 黄小明除了全程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他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他 虽然没有多透露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地吻后大家 据报道 黄小明有人透露 小海绵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频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小明和Angela Bibi 被粉丝称为海绵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绵蛋糕 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隔空传情 小雅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绵夫妇 儿子取名小海绵 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晶 EP的G 文 则编 大发 作品 油 写 则编 伲 分 感谢观看